今天要出厂的嘉宾就是绿莲的Type-C拓展物 嘿 大家好 我是你的合资雄悟空 最近我又自己购买了一个绿莲的Type-C的拓展物 这个东西一头是可以连接Type-C的 另外一头它是可以用Type-C供电的 最后能够转出3个USB3.0和一个千兆的网口 本来我买这个东西是为了拓展千兆网口用的 结果经过实测 它最多可以跑到330兆 所以本人非常的失望 但是在失望之余 我又研究了一下扩容 没想到扩容给我大家无限的惊喜 扩容之后 我发现它本地的播放实力可以大幅的提升 甚至是我认为是一个性能翻倍或者质的飞跃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谷歌TV是如何扩容的 因为扩容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着重讲一讲扩容之后 它的一个播放体验能够到底有多好 好 Let's go 今天要出厂的嘉宾 这边就是绿莲的Type-C的扩展物 这边是Type-C 这边还有一个额外的供电接口 为什么要说额外的供电接口 因为我们的谷歌TV只有这一个接口 那也就意味着必须要考虑供电问题 与TIVO不同的是 TIVO不仅有Type-C的接口 它还拥有一个供电的接口 所以它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它买这个扩展物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 直接买一个15块钱 最普通的扩展物就可以 在这之前我也买过很多的扩展物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Type-C转迁扎网口 这个能不能用 很显然是不行的 因为它没有额外的供电 再有USB3.0转迁扎网口 这个也是没办法用的 因为连接口都没有 所以这个也就放弃了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绿莲的这一款扩展物 就是这一款 它的具体型号是50252 其他的扩展物我没有试过 我不能确定 我只能确保这一款是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必要去转这个网口 是完全没必要的 而是因为谷歌替别 Type-C的接口并不属于3.0 所以它最后转接出来 最多就是330兆 好 今天要做的准备工作 就是一个扩展物和一个32G的U盘 它的接法就是这样的 本来这个接口是可以用于PD供电的 但是它这个头不是一个PD的充电头 所以保不齐会有一些供电的问题 我不能确定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接比较费电的 尽量接这种固态的普通的U盘 或者是接固态的硬盘 不要再接什么机械硬盘了 想都不要想太费电了 虽然我也准备了一个PD的充电头 但是恐怕用不上了 OK 我们接上去电视机看一看 好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扩充这个空间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台目前已经安装了很多的应用 这台很多的应用之后 它存储的空间就非常小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找到系统的存储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机器给我们预留的空间是4.4GB 但是被我安装应用之后 它最终的可用存储空间 只有737MB 很显然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 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容易爆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只好用U盘作为扩展 首先我们插好U盘 好 当你插好U盘之后 很可能有第三方的文件管理器 想要接管 这个其实先无视它 我们点击取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找到设置 找到系统 我们点到存储空间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Sandisk的U盘了 总容量是31GB 目前它的可用存储空间是30GB 我们首先第一步 先清除数据并格式化为内部的存储设备 点击格式化 好 这边格式化完毕之后 它会有一个提示 让你把数据迁移到移动硬盘或者U盘 我们点击立即移动 这个时候 它就会把内部的一些关于存储的部分 都迁移到你的U盘里面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就应该已经完毕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存储的U盘 显示的是30GB 然后在右侧 就能够看到它的一些分类 包括应用占多少 照片占多少 然后这边是可用存储空间占多少 这边显示还有29个JB 我们再回来 再看一下它内部的存储空间 这边还是737MB 好 接下来我们安装应用 再看一下 我们找到当备市场 我们下载几个应用 比如这个 点击下载 好 我们刚才安装了一个酷偶音乐 安装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酷偶音乐 占了120MB 我们在右侧可以看到 它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120MB 都在Sandisk 这个U盘里面 所以大部分数据都放在这个U盘里面 有的小伙伴就好奇了 机身会不会占用内存呢 机身会不会占用存储空间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有一些就像是系统文件的 还是需要放在内部的存储空间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内部的存储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刚才是737MB 现在变成了730MB 也就是说 但凡是你安装应用 那么系统空间都会占一部分 只不过现在占的是非常小了 而大部分的存储空间都在我们的U盘上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要安装大量的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已经安装了很多的应用 这些应用都是在我没有插U盘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些安装上了 所以我奉献各位 大家可以这样做 就是在你没有扩充之前 先不要安装这些应用 等你插好U盘扩充之后了 你再去安装应用 这样可以节省更多的内部的存储空间 刚才我做了一个操作 就是把Cody重新卸载 重新安装了一次 为什么要重新安装 因为你如果重新安装的话 就会把它安装在U盘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写着164MB 是在U盘上的 这样可以进一步的节省系统空间 好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做一个测试 这个是19.0的比较新的一个版本 我们还是测这个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是我之前测过的比较卡顿的视频 而且是一个HDR的视频 我们点击播放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一点都不会有出现什么卡顿的现象 整体都非常的流畅 而且这个色彩也是正常的 所以它的解码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播放这个视频还是卡顿 还是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重启一下Google TV 一般就会没问题 注意现在我这个Cody安装是在U盘上 我奉劝各位也是像我一样 最好是安装在U盘上 这样的话能够节省更多的系统空间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长时间去播放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这种进度条 转转转的现象 这个就是令我比较激动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就是用拓展物加了一个U盘这样去操作了 然后也没有去弄一个额外的电源 所以关于电源这块 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加载一些比较大的什么移动硬盘 或者机械硬盘 这个是不建议的 好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再放一个其他的 好 我们放一个奇异博士 好 我们开始播放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片子出来 加载都是非常快的 先给它静音 因为可能有版权的问题 这个片子在我之前没有扩展之前是非常容易出现那种进度条转转转的现象 现在已经没有转转转的现象了 好 我们现在给它快进快退再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已经快进到20分钟了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快进快退的过程都丝毫不会有进度条 我们再接着快进 再看一下 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cody是原装的cody 我没有设置过任何的缓存 这些东西都没有设置过 直接就可以播放 我们再接着快进快退再看看 也是没有问题的 全程都没有出现非常讨厌的进度条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个绿皮书 那个圆盘 好 我们点击播放 大家可以看到 就非常快的就出来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没有出现什么进度条转转转的现象 其实我们要的体验就是这种体验 播放本地的文件 直接就可以秒加载 不想出现那种进度条转转转的现象 这个片子我还特意的就故意多放了很长时间 因为这个视频这个长度有限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放过多的时间 但是我本人在私下里面已经试过 就是放了很长时间 我们再快进快退再看一下 最关键的是它快进快退 不会再出现那种进度条了 这个是令我比较欣慰的 我们再继续试一下 刚才出了一瞬间那个进度条 但那个进度条立刻就没了 而且它不会影响到声音 我给大家先放出这个声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声音也是正常的 这个片子其实也是HDR的 它的片子是非常亮的 快进快退也没有问题 还是播之前的泰坦尼克号 我们这次就不用从头不放了 因为前面有一堆黑屏的地方 这个加载用了三秒左右 还是有一点时间的 我们快进看看 快进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片子有大量的音乐版权 所以我就静音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快进快退 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继续快进快退 秒加载没有问题 这个片子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首先在连接网线之前 要测试一下无线的速度 现在我连接的是5G的WiFi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用5GWiFi做出了一个测试 下行的是227Mbps 上行的是41Mbps 这个速度 我觉得跑NAS完全是足够的 但是为了满足大家好奇心 我还是用网线连接 给大家再做一个有线的测试 好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用有线网连接了 我们再做一个测速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速度 大概是330多Mbps 好 最终的测速是下行346Mbps 上行42Mbps 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只不过提升100Mbps 左右 好像对于读取NAS 没有太多的影响 好了 经过我们前面一顿的测试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个结论 就是影响本地播放的因素 第一是CPU的解码能力 二是文件的读取速率 第三是内网传输的速率 第四就是我们今天额外加的这一点 剩余空间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剩余空间足够大的时候 你的本地播放能力 可以说是如意得水 一下就提升了很多 当然我并不是说 跟那些专业级的本地播放器 可以去比较 而是相对于普通的安卓电影盒子 它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所以谷歌TV有没有必要去扩容 答案是肯定的 当你扩容之后 它就能够大幅的提高本地的播放体验 并且可以安装大量的应用 因为你的应用都在你的U盘上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它空间不足的问题 相比而言 签罩口的速率 你反而不必要关心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经过一顿的测试 制约你本地播放 并不在于你速率 而是在于你本地的剩余空间 所以当你本地的剩余空间足够大的 本地播放卡顿的问题 就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 谷歌TV它的Type-C的接口 并不是USB3.0的 所以它转接出来 也并非是千兆的 所以没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 如果说让我去选择的话 我宁愿去买一款 仅仅是支持扩充USB的这种拓展物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发现 如果你们发现了 也可以告诉我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你的成本 OK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边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欢迎点赞转发和分享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